這兩個概念差那麼多 會有人搞不起處呢 是國文沒有學好嗎 這種習尾到底要怎麼形容啊 天啊 太噁心了 是瘋狼嗎 大家好 我是一人律師 好啦 三集緊接到現在 也不知道是第幾天了喔 相信呢 大家都很悶啦 好不好 很悶心情就不太好 那心情不好就忍不住想靠杯 所以呢 今天我們還是來 靠北一下最近一些亂七八糟的新聞喔 不過呢 要在靠北之前喔 還是要先謝謝 捐贈疫苗給我們的國家 有日本 美國 還有立陶宛 那說真的 立陶宛這個國家 大家應該都不太了解 我只知道他們是在 波羅的海 附近還有兩個國家喔 分別是 愛沙尼亞跟 拉脫維亞 那以前大家是叫他們 波羅的海三小國 不過呢 其實這三個小國的 國土都比台灣還大 所以不要再人家叫什麼三小國了 好不好 請證明 叫波羅的海三國喔 那這三個國家獨立的過程 真的非常非常建議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相關的歷史 真的看了會感動到流淚 不過呢 這個不在我們今天要講的範圍啦喔 今天呢 我除了要特別謝謝立陶宛之外呢 還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我報復性購買 買到的這個 立陶宛的啤酒喔 對 這個是我在萊爾夫找到的喔 上面有寫是來自立陶宛這邊 你只要看不看得清楚 反正 大家去來爾夫找一下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其實我還有上網購買了 立陶宛的巧克力跟餅乾啦 不過因為現在物流整個大塞車 一直都還沒有來 好啦 如果說來的話 如果有時間我就再做一集開箱給大家看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先來開箱一下 哇 因為它上面寫是芒果口味 那我就想說 欸 立陶宛藏芒果嗎 不過還是先喝看 嗯 嗯 看外面是不是一直在 嗚咿嗚咿嗚咿 對 辛苦我們的救護人員了 好 這個芒果口味呢 其實它芒果味道不會很重耶 淡淡的一點點芒果香 喝完以後嘴巴裡面會有一點點的芒果的餘韻 但是呢 整體它不會甜 那也不會膩 那不會有那種香精的味道 好喝欸 好喝 而且非常的清爽 我覺得這個 哇 好適合在夏天 然後烤肉配這種啤酒 超讚的 嗯 而且聽說 在大潤房還有賣這款啤酒的其他口味 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找一下 讚 好 喝完的啤酒要來認真的靠杯一下 聽說呢 有個小強說 台灣接受人家捐贈的疫苗 是疫苗乞丐是不是 欸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耶 為什麼捐贈跟乞丐這兩個概念差那麼多 會有人搞不起初呢 是國文沒有學好嗎 捐贈是人家主動伸出元首想要幫忙的概念嘛 就像921大地震的時候 當時土耳其跟日本不是都派救難隊來台灣幫忙嘛 所以後來土耳其跟日本也發生大地震嘛 所以台灣這邊也趕快派救難隊過去 那也捐贈了物資過去 投桃報李的意思嘛 那譬如說像是最近啊 賈永節不是也有捐贈救命生器給醫院嗎 或者是平常就會有人去捐血給需要出血的人嘛 那都是一樣的概念嘛 就是人家是主動要付出 幫助遭遇困難的人 渡過難關的意思 但是乞討呢 乞討是先要有人在那裡搖尾起臉嘛 說大哥大哥我好可憐 拜託賞我一口飯吃 或者是拜託給我錢 這樣子的動作 那人家才被動的施捨 比如說中國五國裁判不是一直說 中國對台疫苗的渠道是暢通的 但是呢卻又說 每日捐贈台灣疫苗就是在以疫謀獨 那一副就是要我們台灣去祈求中國 給我們疫苗的態度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去跟中國要疫苗了 那不就真的變成乞丐了嗎 所以呢就是看做這個行為的人 到底是主動付出 還是被動等人家來祈求 才把東西賞給你 就可以分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說接受人家主動付出 善意的人是乞丐的話 那難道接受江永傑捐贈救命神器的醫院 或者是接受人家捐血的人也是乞丐嗎 當然不是啊 所以小強們聽懂了嗎 不過啦就是有人國恩造異就是會那麼差啦 你嘴巴說到破掉還是有人聽不懂啦 所以我也不強求啦 我只希望 這些說人家接受捐贈疫苗是乞丐的人 千萬不要去插隊打疫苗好不好 不然的話 你除了變成你嘴巴上所說的乞丐之外 欸你還插隊耶 這種行為到底要怎麼形容啊 天啊太噁心了 是髒蛤嗎 太噁心了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歡迎網友們在底下留言教我一下 到底要怎麼正確形容這樣子的行為 好 下一個新聞 新北市融合區安和里里長鄧長安 替李明做出決定 抱歉 吳天王里長不當免費的打工仔 啊哼 意思就是 咀嚼下載 他並寫下打油時 通訊軟體市場難拓 投資行為有賺有賠 勿納善舉包裝行銷 赤拳雙手緊套白狼 拖累全台里長下水 兩面飛人免費打工 但長安指出 吳宗憲只給11萬劑 還訂好規則說 經統計後將以需求人數較高 之前兩成的里長依序給予快篩 啊哼 背後的意思就是 我們里長想拿到快篩劑 就得幫PG Talk充下載量 沒想到這些內容 惹毛吳宗憲 昨天開直播 幹給我里長 抱歉 吳天王 里長不當免費打工仔 如果你要當一個專業的里長 里長就是一個打工仔 的一個工作 只是他多了服務的項目 可以捐11萬Piece的 這種快篩計的人 本身就滿有錢的 而且願意 願意努力去為這個社會付出 因為他活生生就兩三千萬 勿拿善舉包裝行銷 你講這個話就惡劣了 百貨公司門口 人家送你一包面紙 上面給人家寫一點廣告 又怎麼樣呢 有沒有道理 我告訴你 會講人家說 赤拳雙手套白 井套白朗 空手套白朗 就是來偷錢的意思 親愛的里長 你敢講我空手套白朗 我就希望跟你在法院裡面 好好來聊聊天 說話嘛 你只是download一下PGT 你這樣就認為說你在幫我打工 你噁不噁心啊 你什麼咖啊 幹個里長 你不好好幹 你在欺負台灣本土的產業 好啦 首先我還是要講 在這個全民都應該要團結起來對付病毒的時刻 我覺得任何想要捐贈防疫物資 或者是想要盡一點心力付出善意的人 都應該要給予肯定啦 只是呢在付出善意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先考慮一下 接收的人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處理 不然的話你的好意如果變成人家的負擔 這個好意就有點白白可惜了嘛 而且呢這個里長的抱怨也不是沒有道理啦 里長這個職位呢 根據我們地方制度法第59條規定 村里至村里長一人 受鄉政市區長之指揮監督 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務 由村里民依法選舉制任期四年 連選得連任 所以呢 處理人家捐贈物資的這件事情 既不是他的公務也不是來自上級的指示嘛 那本來就不是里長應該做的事情 只是說平常大家都習慣 有什麼事情都找里長幫忙嘛 所以才會有我可以捐贈物資 要求里長幫忙發送的這種印象 那如果你只是單純的發送物資 是對民眾好的事情 我想里長們應該也不會太排斥啦 但是如果說你還要民眾下載特定的通訊軟體 那要實名制注冊之後才能夠領取快篩試劑 可能就會有點問題 因為呢大家不要以為哦 App只要是免費的就沒有問題哦 不是哦 譬如說像你使用FB啊 Line啊 YouTube Google 這些App 通通都是免費的啊 那廠商呢 是巴不得 越多人下載越好哦 因為呢 它要搶市占率 市占率越高呢 就會增加民眾對這款App的黏著度 這廠商呢 就可以掌握越多的大數據跟個資嘛 那在這個網路時代 這些數據跟個資才是真的值錢的東西 因為它就可以這樣子一直賣廣告啊 那甚至把這些數據跟個資再賣給別人啊 那里長免費幫廠商做這種擴展市占率的行為 就有點像是在幫廠商增加營運上的利益啊 這個弄不好的話 搞不好還有貪污制罪條例的土利罪的可能性哦 所以呢 里長會有疑慮 其實也是正常的啦 那另外呢 雖然吳中仙是用在街上發送的麵紙 上面會有印廠商的名字來做比喻哦 說我捐贈快篩試劑 讓我宣傳一下我的App也不為過啊 欸不過 有沒有想過這個發送麵紙的人是誰啊 應該是廠商請來的工讀生嘛 工讀生難道不用付薪水嗎 憲哥 嗯 好 下一則新聞 曾經在鏡頭前捲起壽子帶頭接種疫苗 成為全台第一位打疫苗的行警 甚至還在記者會上坎坎而談 自己在機場的工作內容 沒想到卻因為考上研究所 還成為榜首得意忘形 在臉書發了這篇文引發軒然大波 以警察大學研究所榜首錄取 原本開心分享心得 但內容卻寫任職7年來沒有受理報案 也沒有開過罰單 被航警局發現不實言論嚴重影響警域 也因為違反品操封紀因此被記過處分 連記兩個大過最後撤職處分 其實航警站在國門第一線保護旅客安全 在疫情期間更是繃緊神經 加強執行態度 沒想到因為一名金層員警的炫耀文 讓形象大打折扣 也讓警政署決定開閘 因成員浮誇不當之言論 嚴重打擊基層士氣 破壞內部團結 招致外界觀感不佳 何以一次計兩大過免職之處分 哇 這個新聞真的讓我們看到我們的警政高層 真的是非常非常注重 原警們平時的言行舉止 還有航警局的處分也是非常的嚴格 而且你也不能夠說他錯 他的處分也是有依據的 那依公務人員考基法第十二條的規定 一次計二大過者免職 但是呢 這麼嚴厲的處分 因為開玩笑嘛 他的鐵飯碗就直接給他這樣子剝奪掉了 是剝奪他公務人員身份的行為 那當然不是隨便說可以這樣子處罰 就可以隨便進行的 必須要符合下列這些情況 那其中呢 第五款就規定 塗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治 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身譽 有確實證據者 那確實是可以兩大過免職的 所以啦 我們現在就知道 警政高層對於洩漏不能夠戳的秘密的人 絕對是會處以最嚴格最嚴厲的疾行 那就算你真的過得很涼很爽 拜託你就自己暗喘在心裡就好了 絕對不能夠說出來哦 否則的話呢 就是會嚴重破壞公務人員的聲譽 是會被免職的 但是呢 如果是警察對民眾過肩衰 把警局裡面的監視錄影畫面給格式化 這個對警察的形象跟聲譽 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更不用說啦 警官跟前來鬧事的黑道 當街上演握手大和解 那還開記者會找記者過來拍哦 那這種行為呢 其實呢 才是促進警民和諧的典範哦 畢竟呢 民眾不乖乖配合領檢 就應該要把民眾過肩衰 警局裡面的監視畫面被格式化 就更是沒什麼 好不好 大家要知道 很多刑案在警局裡面 重要的監視畫面 就是常常會不見 這個真的很正常 大家千萬不要大警小怪 好不好 但是哦 如果呢 你把警戒裡面 不能夠戳的秘密 給戳出來了 那就算你真的是過得很涼很爽 那個呢 一定就是罪改萬事 一定會被免職的哦 所以呢 真的要小心 好不好 最後呢 吳宗憲不滿里長說 他是空手套白狼哦 所以嗆里長說要法院見 那到底吳宗憲是要告里長 告什麼樣的罪名呢 那能不能夠告得成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哦 我再請大家去追蹤我的IG 或者是到我的臉書 粉絲頁按讚看答案哦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識 別忘了訂閱 銀針律師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IG 看到我的臉書粉絲頁按讚 那記得趕快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以及官方LINE帳號囉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拜拜